眼前的美女将一袋黄金倒在桌上 这是她在阿拉斯加勘查地质获得的黄金 爱琳希望大夫能在此处进行挖掘 必定能找到大宝藏 事后内森扒开地表的土耳后跪在地上 好像在地下发现了什么东西 硕大的黄金颗粒呈现在眼前 这样的含量很有可能会挽救整个淘金记 淘金小队经历了上周的实力后 决定返回蒙大拿州继续开采黄金 老板大夫在半路和团队分道扬镳 因为他要去蒙大拿州的一个秘密牧场 杰森作为团队的二把手 带领团队前往蒙大拿州的第一个测试点 眼前这座大山便是金矿 老一辈的人在这里开采了 接近1.8亿美元的黄金 杰森分析 老一辈的矿工拥有金矿 肯定不稀罕这些被水流冲刷下来的金沙 希望杰森的推断足够准确 首先杰森打算从地八的盆地进行测试 向下挖掘了30英尺 用小型的甲壳虫淘起了将近25码的土壤 但是淘金盆里面却空空如也 这让大家对今年的淘金技失望至极 大夫已经来到了秘密牧场 老矿工唐纳已经等候多时 牧场上方在1865年 发现了大量的黄金 老一辈的矿工 仅仅在第一年开采便产出了3亿美元的黄金 现在重点来了 下游的牧场一直是唐纳梦寐以求的宝地 因为唐纳曾有幸在这里 用一周时间开采了87盎司的黄金 但是牧场老板看的黄金却临时变化 硬生生将唐纳赶了出去 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 唐纳想着重当睡客 如果能跟牧场再次达成协议 那这里必定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 大夫在经历两个小时胶着等待后 唐纳回来了 从唐纳的表情不能看出 牧场再一次拒绝了他们 因为很多人都觊觎这块宝地 让牧场老板迟迟不敢低下触手 团队已经出来一周的时间 却连黄金的影子都没看到 作为老板他很是着急 就在这时帮大夫找黄金的艾琳打来了电话 艾琳在阿拉斯加勘探时 发现了金块 而且老一辈的矿工在此处 遗留下来了很多淘洗设备 这样的好消息 对于淘金小队来说太重要 与团队会合后 大夫看着他们这几天的成果 脸上没有丝毫的悲伤 把艾琳在阿拉斯加发现黄金的消息 告诉队友后 大夫决定先带内森前去阿拉斯加 刘杰森代队继续在蒙大拿州寻找矿物 此日大夫正在去往阿拉斯加的路上 与之相伴的还有郝尔兰斯 艾琳在这荒郊以外 他已经等了饥渴难耐 看到大夫一行人也是激动不已 随后拿出了这几天 在阿拉斯加勘察到的黄金 大夫在几年的淘金期中 何曾见过这么大的金块 艾琳在地图上标注了三处测试点 于是大夫便开始测试含量 首先内森驾驶挖掘膝 向表面土壤扒开 大夫利用淘金盆开始了淘洗 但是检测完的结果令大夫紧皱眉头 艾琳便用技术探测 已开始了检测 探测已发出的叫声吸引了内森 尼森趴在地上扒开泥土 将一个硕大的金块拿了上来 这样的金块属实难的一件 于是大夫决定换一种方式检测 只有一台挖掘机无法进行大规模淘洗 大夫打算将别人一线的设备进行修复 但是破败不堪的设备 由于年久失修 没有丝毫重复利用的可能 清理黄金的水闸却勉强还能用 于是大家便对水闸进行了简单的装修 便用挖掘机向水闸安装就位 淘洗黄金必须要用到水 他们必须将别人一气的抽水泵利用起来 内森将点火线连接到皮卡车上 并在空气滤锡位置攀了一下松动器 设备虽然简陋 但是不会影响最后的成果 大夫驾驶挖掘机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将25码的土壤淘洗完毕 关掉设备 是时候见证奇迹的时刻 大夫必须在此处找到 每码25盎司的黄金 才能让团队在这里看到利润 将黄金全部倒在车上 结果显示只有7颗黄金 经过计算得出 每码黄金不足10美元 现实的残酷把大夫又一次推到了悬崖边上 没有黄金 大夫便无法停留在温柔箱 虽然艾琳也不愿和大夫分开 但是大夫必须继续前进 下集看点 大夫并没有马上离开阿拉斯加 他会在阿拉斯加寻找到机会吗 咱们下集接着说 大夫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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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中文字幕——YK